太子李承前曾经是唐太宗李世民非常看重的儿子 小时候的他聪明可爱 上进好学 让大臣们连连赞扬 让李世民颇为骄傲 同时又因为是嫡长子 八岁时就被李世民理为太子 可是随着慢慢长大 李承前又身有腿疾 在很多因素的作用下 李承前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不再聪慧好学 而变得阳奉阴违 行为不端 同时敏感多疑 动不动就想派人刺杀别人 俗话说 德不配位 必有栽阳身为太子的李承前 还没等栽阳降临 就因为范事被李世民从太子位置上拎了下来 而一向名不见经传的黄酒子李治 却白白捡了个大便宜 大唐武的二年 在一代贤后长孙皇后的产房里 一个小婴儿姑姑坠地 这个小婴儿是李世民的嫡长子 从一出生就被寄予厚望 取名为李承前 玄武门之变后 李世民登基为唐太宗 改元贞观不到两个月 当即封十年八岁的李承前为当朝太子 从幼时起 李承前是聪慧好学 德才兼备 史书记载 李承前前姓聪敏 特敏慧 风姿俊茂 人孝纯深 各个方面都表现优秀 非常符合一代优秀储君的典范 这让李世民颇为满意 李世民也将这位嫡长子 作为下一任继承人培养 给他选了德高望重的老师们 比如李刚 房玄陵 魏征等出唐名臣 让他们来悉心教导太子 太子里承前早期尊师重教 为人颇为稳重 李世民也常常把一些朝政事交给他 也能处理得很好 然而 从贞观师年开始 李承前的性情就发生了大变 很多史料记载大多片语负面 原本稳重懂事的太子 忽然变成一个性情乖利的人 做了许多荒唐事 比如他开始续养男宠称心 甚至宠爱到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的地步 唐太宗知道了这事非常生气 一怒之下处死称心 而李承前却因此大受打击 甚至在宫中挂起称心的画像 做了称心的雕像放在宫门前 让宫人败寂 比如他开始叛逆无道 原本的尊师行为消失不见 他变得越来越叛逆 面对老师们的建议和批评 他再也不能谦虚听去了 反而愤怒地想要杀掉老师张玄素 更过分的是 他还常常在东宫模拟突厥人的行为 抽出配刀各羊肉吃 大声对别人说我做天子 当似无欲有见者 我杀之杀五百人 喜不定这种话 这样的肆无忌惮和疯狂无度 俨然与昔日的稳重太子 盼若两人 让李承前失掉皇位的直接原因 是怀疑弟弟李太 威胁自己的太子为儿刺伤 进而逼宫谋反 虽然李承前是长孙皇后所生的嫡长子 可同样是皇后所出的嫡子 除了他还有两个人 分别是三子李太和九子李志 贞观十七年 李世民尤为宠爱三弟李太 而这种宠爱在李承前看来 绝对是危险的信号 李承前自知自己的荒唐行为 让老爹失望 一旦自己被废 那么下一个被立为太子的 就属李太可能性最大 出于对自己太子为的捍卫 李承前再也不顾守族之情 决定先下手为强 派人去刺杀李太 铲除对自己有威胁的义母同胞 然而刺杀失败 李承前越想越不放心 他既害怕李太向李世民告证 家具自己被废 又害怕李世民知道的知识 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于是心一横 索性效仿老爹吧 逼宫 当然 他的谋反再次失败 被李世民镇压 谋反逼宫的问题本是严重的 可毕竟是自己的敌长子 李世民还是心软 将他贬为庶民 相关参与其中的大臣们 也被斩尽杀绝 处理干净 这事就算那么过去了 可两定斑白的李世民再立太子 回想起这事想必也不禁会无限后悟 好好一个孩子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或许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太子这个身份的压力 李承前八岁就当上了太子 那是他爹刚当上皇帝 而出唐时期大局并不稳定 开创贞观盛世也是后期的事 李承前小小年纪就被强行扶上了那个位置 被无数直言禁见的大臣和老师告解 你是未来的储君 你应当承担更多责任 所以年少时的他是很懂事也很努力的 但他的努力却并没有被看到 只被他爹李世民和一众大臣们是为理所当然 他做好事情是应该的 如果做错就是应该责罚 包括我们后世在讨论其他事 第一想到的是他未来储君身份 而忘记了他也是个孩子 更何况他还不是个完全健康的孩子 他有腿脊 可以想象到他身处太子这个位置 李世民和大臣们都对他期望很高 而腿脊却成了他的缺陷和软肋 再加上其他孩子对他的冷朝热讽 心理问题不知不觉滋生出来 尤其是后期他变得叛逆而癫狂 对男宠称心不正常的宠爱 更像是一种宣泄的突破口 而他觉得李太是危险的 大概率是敏感察觉到了李太对自己的威胁和攻击性 李太有这个想法和表现 才会让李承前尤其戒备与警惕 而黄酒子李志则纯粹属于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的无辜型选手 虽然费了太子李承前 按理说李世民那么宠爱三子李太 应该把皇位顺其自然地给他才对啊 可结果并没有 据资质通鉴记载 李世民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若李太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 自今太子时到 藩王窥似者 结两弃之 传诸子孙 永违后法 且太利则成前与之皆不全 智利则成前与太皆无仰仪 李世民这句话说得特别有智慧 选择李志成为他的下一任接班人 也是保全三个儿子比较好的一个决定 李太或许是有当太子这个想法的 如果废了李成前 紧接着立李太 旁人就会以为太子这个位置 可以通过算计谋划的来 会给其他人立下不好的榜样 更何况李太一旦成为太子 被废为庶民的李成前 也必然不得好下场 只有黄九子 也就是最后一个嫡子李志成为太子 才能保证他们兄弟能相安无事 或许这就是李世民的为君之道